盘核桃 六鸟 放个马 小小金 我可不是那么传统的人 45岁 我一直坚持玩自己喜欢的 送上冲浪 摩托 滑雪 我的梦想很简单 活到老 玩到老 可能因为自己是个民航飞行员 就喜欢玩有速度感和操控性的极限运动 开车也是 我也喜欢酷的 十几年前在北美 看到有人开欧哥 觉得很与动不同 回国后就马上买了辆TL 后来因为经常去山里滑雪 弯多 坡斗 陆又滑 就买了辆MDX 我从04年就开始滑雪 那会儿国内还没什么人玩 家里人和朋友都觉得我太疯了 走 走 后来我带他们体验了这种畅快零零的感觉之后 也都跟我一样停不下来了 我这人吧 喜欢的东西都想做到极致 换日 克华 飞雪包 每个动作都练得很精准 掌握好技术才能去挑战各种血况 记得上次滑野雪 正在飞雪中冲得爽 突然看着前面是一悬崖 赶紧下意识急转弯 板热就蹭着悬崖边过去 听亏平时基础扎实才能化险为一 滑多少年 滑了十几年了吧 我是第一年的 滑多年 这些年到处玩一直是他陪着我 超级四驱给了很大的支持 有时候开它出去 感觉像是在滑雪 转弯 电道 提速 都很精准 指哪开哪 尤其是刚滑完雪回来 过每一倒弯感觉都像是在滑热 每次都能走一个完美的S 我沉迷在这种纯粹的自由当中 感觉真爽 已经基本划遍了世界各地的著名雪场 接下来我要挑战世界上最高的雪场 喜马拉雅山南路 古尔玛多 我相信有这个老朋友陪我 到了七十 八十岁 我也不会停 对 这辆NSX也是我的梦想